面对习近平 这个面对面的讲话 我那时候真的不觉得说 马英九的前总统 会有一个很爆炸性 或突破性的内容 但是问题昨天 我觉得昨天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先谈 大家最关注一件事情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那马英九讲完之后 我们蓝营的政治人物跟群组 就嗨翻了就觉得 你看马英九敢在 在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 然后蔡英文总统不敢去太平岛 就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 因为我昨天那时候 他会面的时候 我在那个咨询 我回去看了他整个画面之后 重看 重看好几次 我也是重看好几次 为什么 中华民国 那绿营就算 马前总统年纪大了 口误一开始要讲中华民族 讲成中华民国 那你客观来说 以马英九的那个讲话 他先讲中华民国 然后下一秒就是说中华民族 你从那感觉上看起来 好像的确是口误 但到底是不是口误 我们回看了好几次 从一些蛛丝马迹 第一个 我们一个人讲错话的时候 不是 会有一个自我否定 或一个这样子 或是一个叹气的内容 讲错了这样子 这么重要 而且是念着搞的一个国际场合 然后再来 马英九本人 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他就很顺的 又把中华民族念出来 然后旁边有两位 那个镜头照到 坐马英九旁边 是他们马英九基金会 执行长肖旭成 续成明天也会来 线上面对面 哦对 那就明天可以 我不知道他会承认 但我的推测是这样子 对 肖旭成已经在旁边 也是我之前东亚所老师 邱坤贤老师 两个人表情完全没有变化 而且我似乎还看到肖旭成 默默的一个 一个微笑跟点头 对一个微笑 嘴角稍微上扬了一下 上扬一下 对 然后所以我其实某种程度觉得 以马英九他那么严谨的个性 然后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毕竟马习二会是他这个 应该是算是已经很希望 在这个八年前的 这个新加坡会谈之后 还希望再一次的会面 他很重视这场会面 他不太会出现口误啊 所以这样子表达出来 当然我会觉得可能是刻意为之 那这刻意为之 接下来我们去分析一下 中共这边或者是习近平这边 他们知不知道这一段 我相信是不知道的 因为你很难 我认为不知道 我认为不知道 因为这个你要去沟通说 怎么样让他知道 我觉得蛮困难的 毕竟要在这个 对岸的土地上 去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在他们的政治的态度上 是的确有困难的 但你也看得出来 整个习近平在 面对这四个字的反应 他们是没有特别的变化的 对面那一排也没有特别变化 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讲中华民国 他有没有也没有这样子讲 基本上是个尊重 那后来我之前也在研判 就是说 习近平希望透过马锡二会 去传达两岸之间 他更强烈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更比什么过去 什么反对台独这种基本论 会有更新更强硬的 就是透过马锡二会 来对赖青的喊话 但仔细一看好 我昨天我后来 我昨天看下习近平 昨天讲的很多话 他基本上就是 就维持民族 然后就坚持 其实习近平 讲话是温和的 非常非常温和 坚持九二共事 然后反对台独 然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然后青年交流 政兴中华 那当然还讲到说 这个没有什么心结是化解不了 所以然后以及再讲一下 然后以及马英九把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实施的内涵 对他又彻彻底底 一字不漏的把它念出来 对一字不漏的念出来 那这样子马英九讲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这样子的内容 这个应该是事前 双方都一定知道的事情 因为他照着稿子讲 对对对 所以也代表说 习近平跟中共这边 对于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这样子的概念跟意涵 他们是接受的 是 他们是就是回到这个 我们九二共事 1992年国王会谈的时候 那时候的一个协议 所以整体看起来 老实讲非常非常正面 怎么样正面就是 的确他证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国民党一直 或是不然是从国王会谈 然后到马英九执政之后 我们一直强调的 所谓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没错 过去八年被污名化 民进党说 哎你看 习近平又没有叫你 跟你承认你的一中各表 他就是九二原则干嘛 然后九二共事 然后民进党说 九二共事等于一国两制 等于什么 两岸统一之列 他们就这样推论 但马英九昨天 是实际的告诉大家说 如果我们还是坚持 过去的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这样谈判的基础跟原则的话 那我们两岸是可以对谈的 而这对谈过程当中 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尊严 因为习近平他们 当然中共那边是重新表达 就是说这个反对台独啊 然后这个一个中国 反对外部势力 对那回归祖国立场 这他们提议 但同时马英九 也有把这个中华民国 跟我们这样主体性 在这个一中各表的过程当中 表现出来 对 因为其实他也有强调一句话说 我们当时这个两岸共事 一中各表是口头一中各表 所以昨天他也就实践了 用口头不小心讲了中华民国 对那也讲出来啦 那大家这个就说他口 我觉得绿营这时候笑他口误 这个时候又很 就又很那个 意思说他去会矮话 矮话矮话我们 但是他讲了你又要笑他 说他老了啊 什么话都讲不清楚啊什么 我觉得绿营的标准是非常 矛盾跟诡异的 就是事前的上一次 马英九记组之旅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笑说 你看马英九也见不到习近平啦 那请问你们是希望马英九 见到习近平对不对 那这一次见到习近平之后 你们又说你看 你看这个怎么中共同路的人 还怎么见习近平 没有好事情 那现在在讲这九二共事的时候 又说你看九二共事 然后就是要被这个戴红帽子 就是要这个变成这个一国两制 然后一定会有不对等不尊严 但其实马英九这一次 你仔细客观去看他整趟行程 到昨天的马锡二会 我看不出有任何的不对等地方 我也看不出有任何被穿小鞋 跟矮化的地方 我再补充一点 在讲完的事情讲之前 我再补充一下 马锡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对不对等的时候 大家讨论的是 那个什么 他们彼此成为马先生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对等的 但有一件事情是代表说 其实习近平对正式马锡会蛮重视的 旁边两个做两个人 王沪宁跟蔡奇 王沪宁当然 我相信台湾的观众朋友 应该对王沪宁这三个是比较熟 因为比较常听到 那比较熟另外一个原因在于 王沪宁是很重要的 中共党里面的一个文 我们称为文胆 那所谓文胆 他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个 理论的一个建构者 他从江泽民时代的这个三个代表 到后来胡锦涛时代的科学发展观 到后来习近平时代的 不管中国梦或一带一路 那据说都是出自他的这个 出自他之手 他代表说他很重要 为什么 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 三个人的个性其实不太一样 那尤其是胡锦涛跟习近平 个性上我觉得是南辕北侧的 那王沪宁都可以在这三个人当中 然后去建构他们最核心的论述 代表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现在习近平手边的一个 左右手机中的一个 那另外蔡奇大家可能比较不熟 因为他非常低调 他非常低调 但是他现在是这个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他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个 中南海里面的大内主管 就是办公室里面的大内主管 然后他现在他前一阵子接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他叫做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 就我们叫做党建小组组长 我用白话言跟大家讲 党建小组就是 控制整个中国共产党内的组织 还有他的这个论述 理论的论述 那谁是前一任的小组长 前一任小组长叫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把他认为很重要 而且是习近平当国家主席 跟当党主席 当总书记的时候 他都还一直握在手上 到前一阵子才交接给他 所以代表说蔡奇是 而且他是我们过去称为 叫做支江派 就是说过去习近平在浙江 以及这个所谓的福建的时候 明江派等等 他们一个就是过去一起共事上来 打拼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人物 所以蔡奇是他党内 他认为最 是目前最信任的一个左右手 那另外是思想最重要的左右手 同时放在马锡二会的时候 他也凸显了习近平 对于马英九尊重 以及对于这次会议 他之后的一个代表意义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新全校克菌 太阳新全校克菌 出品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